来上海 能听到吗 能听到你说 我是想问一个就是高考的问题 你说 全国奖券分数券出来了 录取线 我看了一下四川的录取线 一本线是529 其他的省份要最低的 叫陕西 不是最低的 应该是第二低的 你那个四川要低 二十六二十三分 就我很奇怪 为什么同样一套四字卷 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不同的录取分数线 想你这件货 在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上来讲 你觉得存不存在水平不一 这个肯定会有的 这个肯定会有吧 就不管你怎么分 就包括老师同样一个班毕业的 就是说 现在全国上下教语文的老师 都是在一个班毕业 从小就一起学的 这老师水平也有高低不同 没错吧 对对对 所以说 所以当他们步入到社会岗位上了以后 他们在哪去任职 包括他们教哪一科 都会直接决定当地的学生 这个分数 你这么想吧 你如果觉得说 同一套试题 不同的分数 是一个不同的规则 那你现在既然你承认水平 它会有参差不齐的话 那怎么考你觉得它才合理呢 难道考不同的试卷吗 不同的试卷 然后比如说 像你说的 你说西北上相对来讲 分数录取线高低一点 然后到华中什么这些就高一点 那难道说出题的时候 西北出的稍微简单点 然后到江浙户一带出的稍微难点 然后拿这个去比分数吗 我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在同一套试卷 有一个录取率 四川的录取率是最低的 这百分之二十多 这是两回事 这个是属于 一个是水平的体现 一个是数量的体现 一个是数量 一个是水平 这是两回事 录取率 您懂我的意思吗 您说了 每个地区 录取率就是水平 录取率就是数量 那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哥们 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先了解它基础规则 你之所以会讨论出这样话题 是因为基础规则不懂 就是你这个省份就一万个学生 我这个省份十万个学生 如果就算咱俩教学质量 相同的情况下 咱俩的考试试题 相同的情况下 你的一万个学生 轻松被你们省本地的 所有学校给你消化掉 甚至还有空的名额 我们省这个东西 就咱俩全一样的情况下 我就是正常这么招的话 我得有九万人 我安排不下 那我是挑 这十万里面的尖的声 可最上面这一万人去录 还是说我随意 我去怎么去挑去 还是我跟你把一样 我抽着谁是谁 剩下的人都没有学念 我肯定是要相对来讲 挑上面的尖的声 就是你考的分数 明白吧 你要挑最上面尖的声 对吧 首先 你那个陕西 它本身已经降了分数了 其他省份 它已经降低了 我降低分数的原因是什么 降低分数线的情况下 为什么 它录取率 最起码也保持一样吧 那不是啊 学校有多少间呢 你能容量 你这边的分数都已经提高了 你为什么录取率 哥们 入取率取决于考生总数 以及你能招收的学生总数 对吧 这个是全国性质的呀 你不是全国性质的 就现在我现在立一个分数 我是吉林省 吉林省我立一个分数 我帮你招进了三百万人 我得有地方给他们念书才行啊 对不对 你这个率 你入取率 它这个百分比 你得有数啊 河南山东 河南山东四川的这些人 就不该念书吗 不是 你这是怎么得出来的结论呢 哥们 就人多的地方 那你往人少的省 报不就好了吗 你志愿往人少的省 去报不就好了 我跟你讲一下 首先它的分数线本身就高 本身高的情况下 入取率还低 高的话 如果你的平均分数线高的话 你入取率低是很正常的 因为能打高分的人多呀 你人也多 基数也大呀 所以你要你的 你在有限的 有限的学校位置里面 我看那个直播 不是 哥们你是咋的 你回答不了我说话吗 你非得 你非得就是在 麦克风 你非要在麦克风上 直接无能宣泄你的各种观点 然后你非得按照你的来吗 我想 我想 在我说 我想在我说之前 我先问问你 就是你非要上来 用你那个无能观点 非得 非得宣传你的这个 负面 负面情绪价值 你说 哎 为什么分数不一样 为什么这不一样 我告诉你 首先人口的一个本质区别在哪 就是你当前省份有多少考生 这是个非常重点的问题 对吧 你当前省份的考生总数 以及你当前能够提供的学习的这个位置 就学生的这个数量 以及别的省能提供的 它是有一个相对来讲 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数字在 那这个数字总和 总和到最后是个什么呢 就是升学率 入取率 以及你的这个录取分数线 以及你的这个 就达标分数线 即保底分数线 这些一切都是在 我们刚才前面谈 先谈的两个问题 就是你当前有多少数量 然后你当前的整个 在全国全国境内 你的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教学水平 明白吧 这是肯定都要结合在一起去算的 不像你说那东西 那你看山东省人多 河南省人多 那他们就不该学习吗 你得出这个结论哥们 我跟你这么说 你绝对连高中都没好好上过 你根本啥你也不懂 明白吗 你啥也不懂 你说这是废话 首先如果说已知 我们我们如果咱俩 现在从小咱俩都是山东人 咱俩在考的时候 咱俩都知道这个本省人多 那你在考的时候 如果你就我就想上个大学 在考的时候 根据咱俩个水平上 咱提前摸底考的时候 根据咱俩这个高考 不出意外的水平线 考哪能上上一本大学 咱俩就得决定上哪个省了 对不对 你说我硬要留在这 然后我在这个 你说我就考480分 然后我就想上浙江省 我想上浙江省念大学去 那你注定进不了一本 人家那个地方 可能550分才能进一本 对不对 教学质量跟这摆着呢 你也承认 老师的水平也好 什么水平 它肯定会导致 你不可能所有教学水平 全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你告诉我 这个时候他不就出现了 最后咱俩去了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咱俩考的一样分数 我到西北了 我上上一本了 你到浙江了 你上上大专了 那咱这时候你出来 为什么不一样 你不说的不是废话吗 对不对 你说那不是废话吗 咱俩在考的时候 咱俩在高考摸底的时候 不就已经知道了吗 你有灰阴了 你有灰阴了 你是录屏了 还是擦充电器了 你别整他 没有 你接着说 那抽烟了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四川省考480分 我在西藏区来上一本 是这个意思吧 别抬杠 但是确实形式上来讲是这样的 具体分数是不是480 咱们不知道 我就是说 比如教育大省 教育大省你打的一个 相对来讲比较普通的分数 你如果当时报的是别的省的话 你可能就能去 原本比你在本省高一等的学校 按等级来讲一本二本 就是说四川这边的考生 如果说在本省上不了一本 如果你的分数线够的话 你可以去假卷其他的 像陕西 你能上一个好一点的学校 你可以这么理解 但不完全只取决于这个 是这样的 是因为有很多四川的考生 他本身 他的落榜率 我想问一下 是你今年参加高考 还是你孩子今年参加高考 还是说 我有亲戚 就是上学考了四百多分 就是刚过二本线 然后你很着急 对 就咱们现在上不了 他上不了 本省内的也上不了 他480分 他没有咨询 那你自己点啥 你这个亲戚480分 各外省能上一本 对 就是想看一看 省外 我问一下 你这亲戚当时 对 你这亲戚当时模拟考试的时候 打多少分 是失误了 打480分 还是说就是这个水平 感谢一样一样 差不多吧 就这个水平吧 那你当时 当时老师给命给你 估480能不能给本省报 能不能念上 这个我倒没有具体的去 那你早想啥了 因为这个我亲戚的 但是他说他现在报不了 省内的上不了 那结果你早想啥了 我早想啥了 我是问这个问题 是想知道 你问这个问题 我就问我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天差 我冲你心去问 你早想啥了 你当时老师 就让你天志愿的时候 你480分各本省 你大概啥水平 你自己没数吗 480分就上不了一本 那对呀 那你现在考完了 480分没上一本 你出来不仅要问问啥呢 我就不仅要问 我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不跟你解释了吗 首先教育水平有不同 其次录取人数有不同 明白吧 包括排名也有不同 985211啥概念 对不对 国内也不是没有排名 211是21世纪100所大学 它是有排名的 对吧 对 那你当前省困 你能进哪个学校 你当时报考志愿的时候 你不看 我说实话 我志愿 我志愿添的 你们知道我志愿添的啥吗 我一个学中专的 我一个中专 我学艺术科文化科一点没学的 你知道我高考志愿添的啥吗 清华大学 那个北京电影学院 上海电影学院 真是 我仨志愿我天哪 老师当时我们班主任 不是我们系主任 当时收那表 看着我说 你要不你就空都得了 你写的玩 写的你能不能自己信吗 对吧 那我不是挺大胆 我明知道上不去 但是你要但凡想正经 不是正经八经考 老师肯定会给你建议的 老师建议 对吧 你也添清华 我太知道我啥水平了 我绝对是200分的水平 我添清华 对不对 你自己啥水平 你不知道吗 你自己啥水平 你没得考试打480分 你想跟本省上一本 当时老师就告你 今年上不了 你别跟我说老师骗你了 你就添本本的 现在省外也上不了 省外哥们 如果说你要非得想上一本 如果全国480分都不够 那我说暴听 你不行 凭啥非得让你上 你有啥不仅要问的 你分不够 你不配 你听懂了吗 对 你这老什么 该念书不念书 你要非得说 我除一本 我不念 不念一本 我不是人了 完了你还就打480分 完了全国哪 你报哪都不够 那不得答案很简单 你不配 480分 全国各的地方多了 是啊 全国地方多了 哪个像你是不上一本的 也不惊讶要问的 480分能上一本的地方多了去了 那你倒是抱我 你早想啥了 你先考完出来 我去不了 我在四川考的 你在四川考的 你当时不转你想啥了 你考试这个水平上480分 你不再弄力 很转吗 这个想转就能转吗 不哥们你报考志愿的时候咋填的 我想知道 报考志愿你就算填了什么 你也录不上呀 跟我一样写的清华呀 不是 就咱们就比方说 就比方说那个陕西的大学 或者说这个 这个 这个宁夏的大学 嗯 那你报了 你去不了呀 你没有过线呀 没过线 那你就上二本吧 那你说啥呀 那你没过线 谁欠你啥呀 哥们 但是宁夏的录取线就很低呀 不是宁夏 那你报宁夏就完了吗 我不知道给咋跟你说 那你想咋说呀 就是就是清华大学 看着你 你这个确实不公平 我给你录学清华里头讲 哎呀 咋 你能学学你不能学 你就重读就完了吗 首先一个 你今天没有说服我 我为啥要说服你呀 你讲 你明天你明天是个电线杆子 你是个 你是个弯着的电线杆子 我非得跟你说纸了吗 你一乐狗搂你狗搂你 不服你就别考吧 送外卖呀 一鸡眼小黄马甲穿 帮着大西洋送啊 再不服气明年重考啊 你服不服跟我有啥关系 哥们 我说不好听 你死不死跟我有啥关系啊 你决480 你决480干上清华 哥们你先混个外国身份不就上了吗 你混上美国身份 咱先花1300万投资移民 现在更新了 不是800万 1300万投资移民 干到美国 待五年 拿绿卡考公民 美国人直接回来一手 考480清华 你不清华大学毕业吗 铁子 你他们全家家一起 混了到没1300万 那你说啥呀 你说对 你说对 对不对 那这不很简单吗 答案就是能活活不了死 就这么简单 去吧 啊 我给你发费了吗 谢谢啊 谢谢啊